有一个用户问,晚上睡觉,小腿难受,老觉得没有地方放,难以流水 没有地方放,你是难受,是因为凉的难受,还是热的难受,还是你抽筋的难受,还是你憋的难受,还是你什么 你把这个难受详细的给我叙述一下 因为我们的小腿号称第二心脏,我们可以去揉它,尤其这个小腿肚的中间 而且这个小腿的这个肌肉呢,我们要测量它的这个肌肉的量 就是要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你去拔一下,如果说你拔住了 而且还有空隙,说明你的肌肉量就少了 如果说你还圈不住,它还有空隙,说明你的肌肉量还够 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一位中药,叫支摆地黄丸 你用没有试试,支摆地黄丸 但是最好是拍来你的舌头照片 你先看看你的舌头照片,是不是你的舌肢底下是红的,上面是白的呀 你拍过来,这样子更准确一点,好吧 好,谢谢啊 还有这个叫做柱竹柱 这个是今年38岁了,月经一直都提前 前年由于流产不大,出现了大出血后 月经量少色黑 这段时间在月经来之前,每天在睡醒之前 总感觉子宫活辣辣的 麻烦你给我看看 拍摄的照片 一定要拍摄的照片 我要看你有没有七只雪鱼 而且我要看你的舌肢的颜色 还有舌胎 你是虚症,热症,寒症 我们再来变,好吧 谢谢啊 歌是老中医的网友问 大便不成形是脾虚 是吗 多大年纪了,大便不成形 多大年纪了 我们要看呢,也不一定啊 如果说你是心火上炎了 你下面就寒了 你是上热下寒了 对吧 那我们就阴阳假做了 那怎么办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啊 要看你的舌头是不是胖大呀 你的嘴里沉不下呀 吃饭的时候经常咬啊 对不对 要看这些情况 如果没有的话 那个网友说四十岁 四十岁 四十岁你应该不会是体虚吧 你有没有吃饭速度太快呀 那你就吃饭速度慢一点嘛 好不好 然后加上运动 然后吃饭顺序要变一变 主事不要吃的太多 好不好 大便黄老师 大家问黄鹤斑 吃什么忠诚药 又是可以美容的 无极百分丸嘛 很简单嘛 是吧 无极百分丸 有个网友问 牙齿松动 还有浓 还有经常上火 这个可怎么办 前面讲过了 咱们口腔里面的东西 我们讲三点三件的时候 第一件是不是健康的口腔啊 健康的口腔不单纯是牙齿 它还有口腔黏毛吧 还有舌头吧 还有牙齿吧 你的牙齿松动 跟你牙周炎 牙周 就是炎症有关系 那么跟你的心火有关系 跟你的皮有关系 是不是 开窍于口的 还有开窍于舌的 是不是跟你这个有关系 心火是第一位的 那么你化浓了 那肯定是 你是不是 你的牙齿有了漏管了 你去到口腔科去看一看 然后把这个浓去掉 看是不是有了漏管 就要补补牙了 对吧 如果是单纯牙周的问题 那你就要清洗清洗 另外吃点下火的东西 什么下火的东西 降降新火 莲子心炮水喝 六个莲子心 连续喝三天 降降新火 还有浦的东西 降新火 西瓜 也可以降新火 如果你要胃寒的话 舌太白 就不能吃西瓜了 吃什么呀 我前面讲过 吃小豆 吃小豆 要把它泡十个小时 然后上火一开过 把豆子捞掉 就喝那个水 降新火的 改善你的口腔黏 如果实在不好 你口腔有溃疡的话 你大便干不干要看一看 有的人就是上面火辣 口腔有溃疡 下面西边 一般我们的人 要么上面有溃疡 要么下面有痔疡 有溃疡的人一般不长痔疡 这就是上火下火 就是给你这样 在生活当中要引起高度的忠实 吃饭速度要慢下